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他不能回来 村里头有诅咒 你不晓得 什么诅咒 村子里的人出去了不能回来 你说要回来肯定出事啊 深山老林的悬崖底发现了大量的尸体 感觉人寰的抛尸现场震惊了警局 你认识杨小慧 我 不认识 不认识你找他干什么呀 我 没找他 你没找他 那他怎么死的 我 顺手敲开门 就杀了 如此大规模的凶杀是何人所为呢 一系列的死亡案件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侦探杨军和警察江阔天分头调查案件 追查之下发现心理专家思华的新纳粹主义理论 一切谜团指向思华 真相渐渐显露 却更加的复杂 思华死了 杨军和江阔天执着地追寻着答案 却陷入了更大的谜团 无穷的秘密 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杨小慧 杀的 杀的 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悬疑小说 死亡阶梯 作者 大秀遮天 演播 一种侃侃 第一集 在南城的东城区 有一条隐移街 早年间 这里住着一些名人义士 真正是 谭笑有红如 往来无白丁 两边的建筑物虽然简陋 却也隐隐透出一股 书香之气 随着时间的流逝 南城飞速的前进 而隐移街 却因为种种原因 停滞下来了 到了2004年的时候 这里仍旧保持着当初的原貌 建筑还是那些建筑 只是已经破败不堪 人物却早已经换过了不知己茬 如今 住在这里的多半都是些 买不起房 也租不起高价房的低收入者 还有屋檐下随处可见的流浪汉 也许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隐者 因为他们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都的确是被社会所遗弃的一群 隐移街 便这样名副其实地隐了起来 却始终未曾嫌疑 从早上到第二天凌晨 这里随时充斥着一种热闹焦躁的气氛 即使人们都睡了 这种焦躁的气氛仍旧在空气中流淌着 当这种气氛在空气中的浓度达到了极大程度的时候 罪恶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近五年来 隐移街一直高居南城发案率的榜首 因此在本地人中间 这条街又有个混名 叫做杀人街 杀人街上也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水泥路面上暗红色的痕迹 总让人觉得可疑 住在这里的人们或多或少 总是见过一两回犯罪的场面 最常见的是抢劫和斗殴 隔一阵子就会杀上一个人 居民们因此有了经验 只要用鼻子闻一闻 就能闻到即将发生些什么 这天 杀人街的居民们 又敏感地察觉到了有事情要发生 家家关门庇护 当然不是真正的关门庇护 从门缝里窗帘后 都可以找到一双双的眼睛 两边民房里暗中射出的目光 都投射在一个男人的身上 这个男人身材不高 即使穿着一身臃肿的蓝羽绒服 也可以看出他很瘦 那羽绒服完全不贴身 仿佛一层壳在他的周围晃荡着 11月中旬的寒冷的空气中 他用一条黑色的大围巾 包住了大半个脸颊 头上戴着顶绒线帽子 双手插在口袋里 沿着屋檐下 微微高出路面的人行道 低头快步地朝前走着 虽然他包装得如此严实 而又别致 杀人街上的人 还是可以一眼就看出来 他就是住在东头 那栋破楼里的张川 在这杀人街上 张川是个名人 使他出名的关键在于两点 其一是他虽然为人凶残 却谨遵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矩 从来没在杀人街犯过事 其二是他喜欢伪装 每次犯案之前都用心打扮一番 自以为无人识破 其实人人都知道 那个就是他 所以张川的伪装 在杀人街起到的作用 不是保护自己 而是告诉其他人 张川又要作案了 现在看来张川又要作案了 他慢慢地走出杀人街 转过几个街口 眼前渐渐地热闹起来 他仿佛从顿式的窝居中 猛然抬出头来 似乎被乍然而来的繁华 吓了一跳 露在黑色围巾上的眼睛 瞪了瞪 八字眉紧皱起来 他留神看了看路牌上的指示 在围巾后含糊不清地念叨 华东小区 似乎是在确定着什么 他的脚步快了许多 毫不迟疑地朝着某个方向走去 这是星期六上午九点钟 华东小区 及其附近宽阔的街道 都笼罩在双休日悠闲的静谧之中 除了偶尔走过的汽车 和两旁长青树枝叶的摇摆 几乎听不见其他的声音 路上很少有人走过 即便有人从张川身边经过 也丝毫没有留意这么一个人 中途一只金毛犬跑过来 友好的闻了闻他的膝盖 让他下意识地攥紧了口袋里的东西 没容他多想 对面一个人打了个呼哨 金毛犬便叮叮地摇着尾巴跑远了 张川虚了口气 稍微松了松围巾 让热气透出来一点 他仔细地辨认着门牌号码 最后进入了某个围墙之内 进入之前保安拦住了他 找谁啊 保安心不在焉地问道 杨小慧 保安没再多问便放他进去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悬疑小说《死亡阶梯》 欢迎继续收听 张川特地放慢了脚步 首先在一栋接一栋的楼房上找着楼号 这才加快了速度 依照顺序朝前走着 走到十栋的时候 他停下脚步 进入一个单元门口 上了二楼 在二楼房前停了两秒钟 想了想 朝楼上和楼下看了一看 便往楼上走去 在三楼的楼梯上停了下来 微微探出点头 朝下面凝视着202号房的门口 凝视了大概有五分钟左右 张川又松了松围巾 他不耐烦地在楼梯上小范围地走动着 每隔一两秒钟便望一望202号的门口 202号依旧没有丝毫的动静 又过了几分钟 张川停止了脚步 在原地站直了身子 紧了紧围巾 用手摸了摸 将绒线帽往下拉到齐眉的地方 只露出一双眼睛 又摸了摸口袋里的东西 便大踏步地走下楼来 按响了202号房的门铃 门铃响了很久 都没有人来开门 他又按了几下 这才听到里面响起了拖沓的脚步声 谁啊 睡意朦胧的声音传来 门口的猫眼上凑上一只眼睛 杨小慧快开门 他故意将声音压得很低 让对方听不出自己是谁 里面的人应了一声 发出几声笑声 似乎将他当作了其他人 很快地便把门打开了 门打开之后 两个人都争了争 站在门口是个短发的女孩 不超过23岁 一身棉布睡衣洗得褪色了 光着脚站在地板上 疑惑地打量着张川 你是杨小慧 张川问道 是啊 你是 杨小慧再没有机会把他的话说完了 张川确认了他的身份之后 立刻迈上一步 一只手捂住他的嘴 另一只手将他的身体转了过去 刀子在他的脖子上一抹 鲜血飙在了墙上和地上 只是一瞬间 他就断了气 张川将尸体放倒在门口 上下看了看 见没人经过这里 便将门须掩着 自己转身离开 他并不走前门 绕到后门的围墙边上 一个冲刺 脚在围墙上踩了几下 就跳了过去 小区的背面 是一所学校 学校和小区之间 夹着一条 勉强可容一辆车通过的狭窄小路 张川脚刚落地 便听到有人问 哎 干什么呢 这个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得他一哆嗦 他猛然抬头 只见眼前站着一个男人 那男人似乎也是路过 手里还提着一袋水果 低头望着张川满脸的疑惑 呃 断练 张川憋出一身冷汗 男人刀子般的眼神在脸上闪了闪 没容他再说什么 那男人忽然将手朝墙上一搭 就是一介力 便翻到了墙内 张川 垫起脚 朝内一望 那男人已经飞扬地朝十洞跑去 他忽然感觉不妙 连忙也甩开双腿 狂奔起来 张川觉得 自己已经跑出了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 右侧的围墙飞速朝后退去 没过多久 跑出了小区背后狭窄的街道 转了个弯 再朝前跑了两步 就是一个三叉路口 他忍不住得意地笑了笑 回过头去 望了望身后 却是迎面看到了一只石头般的拳头 咚的一声 郑重额心 张川叫了一声 倒了下去 眼前金星乱冒 半天爬不起来 衣领被人一揪 一百多斤的人肉就被提了起来 张川在空中四肢晃动 没来得及说话 又被扔了出去 杨少慧是你杀的 这个声音 穿过嗡嗡的耳鸣 到达张川的耳朵 他躺在地上朝上望 沿着笔直的裤管 直望到铁柱式的下巴 好半天才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我没傻 我没有 反应过来之后 他立刻否认 东又是一拳 这回敲在肚子上 疼得他将身体攻了起来 这疼痛倒是驱散了眼前的迷惘 渐渐地看清了打自己的人 那正是先前在小区墙外头遇到的那个男人 此时正铁青着脸看着自己 他朝地上催了一口 暗叫倒霉 碰到这男人的时候 自己就觉得要糟 没想到栽得这么快 你干嘛打人呢 我没杀人 张川心里越恐惧 叫得声音就越响 那男人的手臂异常的有力 抡起他的身体就像抡稻草似的 只听到啪啪声不断 张川已经被他抡起来 扔下去摔打了好几下 他觉得自己的身体都快裂开了 又摔打了两下之后 他觉得自己快要被那男人杀死了 那个家伙脸色一直轻得渗人 眼睛硬得像铁一样 看来就是个狠角色 不如招了吧 是我杀的 是我杀的 你别打了 别打了 张川带着哭腔喊着 一不留神 把心里的话也喊了出来 我杀他 也没让他遭什么罪啊 你这么折腾人干什么 这话说得那个人一愣 手脚停了停 接着更加急风暴雨的拳头和皮鞋 落在了张川的身上 他在地上滚来滚去 嚎啕大哭 早知道是这样 还不如不招 打了不知道有多久 张川在拳头的缝隙里 看见几个穿警服的人跑过来 他连忙大喊起来 警察 救命啊 杀人啊 警察 咳咳咳咳咳咳咳 他的嗓子破了 咳嗽起来 吐出了几口血痰 一两粒碎玉米式的东西 混在血潭里 他纳闷自己的血里 怎么会有那种东西 低头看了好一阵 才明白 那个是自己的牙齿 被警察拉开之后 杨军站在一边 看着警察们 从地上拽起了张川 他仍旧无法相信 就是这个软得像面条似的男人 杀了杨小慧 在围墙外 见到这个男人的时候 他就觉得 很不对劲 首先 是他从围墙内 翻出来的方式 如果是个正经人 没必要翻墙 其次 是他的回答 锻炼 这样一句回答 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谁会在这个时候 这个地点 以这种装扮 和这种方式来锻炼呢 那男人 朵朵闪闪的眼神 一看就知道有问题 他没再多问 当即 如法炮制 也翻进了墙去 竟直走进了杨小慧的家 杨小慧家的门虚掩着 一看到门里 微微露出的缝隙 他的心就朝下一沉 鼻尖 似乎闻到了某种 让他很敏感的气味 果然 当他推开门之后 便看到了杨小慧 倒在了地上 他匆匆扫了一眼 就知道 这个女孩已经没救了 立即反身追了出来 边跑边报警 罪犯跑得很快 不过 这对他来说 仍旧没有用 没过多久 他就追上了对方 看着前方那个 臃肿的蓝色身影 满腔的愤怒和懊悔 骤然涌了上来 他几乎是怀着 嗜血的欲望 扑了上去 起先 他还有所保留 怕自己万一是弄错了人 手底下并不重 没想到那人如此不惊打 几下就招了 对方的招任 让他的肺都快气炸了 趁警察还没有来 他没头没脑的一阵乱揍 掀出了胸中的恶气再说 那个家伙被打得像条虫 见到警察竟然喊救命 这让他越发觉得 杨小慧的死十分不值 要是我早两分钟回来就好了 这句话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面盘旋 现在警察来了 他暂时被晾到了一边 这话更像是咒语一样 嗡嗡地围着他转 杨小慧真的死了 难道他说的是真的 世界上真的有这么灵验的诅咒 他第一次对自己的唯物观产生了怀疑 从侧面递过来一直点燃的烟 他朝旁边闪了闪 独自沉浸在自己的疑惑之中 那烟又朝前递了递 你戒烟了 这个声音十分耳熟 他连忙转过头去 看到一张熟悉的脸 怎么是你啊 他戒过烟塞在嘴里 我还要问你呢 怎么是你啊 对方笑着反问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我是做这行的吗 他心不在焉地回答着 一个警察跑过来找他问话 被他身边的这个人赶开了 江队 有人看见他从现场跑出来了 那个警察看来是刚刚毕业的 直愣愣地指着杨军说道 我知道了 我来问 你忙别的去吧 江阔天挥了挥手 怎么回事啊 你和罪犯很有缘分啊 江阔天笑着说道 杨军只顾抽烟 半天没有作声 江阔天察觉到了他情绪不太对 仔细看了看 发现他的手 微微地在发抖 神色严肃起来了 怎么了 杨军猛吸了几口烟 谈了谈烟灰 叹了口气说 杨小慧 是我的远方唐妹 江阔天拍了拍他的肩膀 节哀吧 杨军说了声谢谢 继续抽烟 江阔天 江阔天一直耐心地等着 但是他没让对方等太久 虽然说江阔天是自己的老朋友 但杀人毕竟是重案 自己无论如何也该有个交代 更何况杨小慧的死亡有诸多的疑点 需要他帮忙解开 您刚刚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悬疑小说《死亡阶梯》 作者大秀遮天 演播《一种侃侃》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